红终出口 宝极高益 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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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华言经》的课程 讲的是《华言经》《一海百门》 声音听得到吗 讲到第二大门的十七炼基门的 今天要讲到它的最后一门 叫《华闽觉者》 有看到讲义吗 今天应该还有一份 叫做隋唐的注解 之前的法师们的功课没有先做好 《华闽觉者》 实际念基门的第十小 现在在内地已经公布 是否先断掉一切 就是平常的一些联系的那个 平常的一些问法的一些 他们要做这个谈话的一些软体 先就关闭一切这个世间的人 这个跟世间军事们的 就有一些联络的这些软体跟机器 那个方法 因为还有两年在山上 这两年多的时间 今天我准备在山上 先尽量地隔绝于外缘 所以《纳贤法师》 就是大陆的法师们 已经把我公布 叫做闭关 其实我是关闭一切 先暂时关闭一切 跟居士们的一些联络的方式 因为每天要回答一些问题 太忙了 这一生中 最后一次注山的因缘 大概就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这一今年的行脚完了以后 在明年2022年的行脚 2023年的行脚完毕那一天 就是我下山的时候 所以还有两年多 两年多的时间 我想的是 非常珍惜这一生中的 最后注山 注毛棚的因缘 所以先去 就是先关闭一些 世间的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杂园 所以法师们说是闭关 闭关倒没那么伟大 就是注山 先关闭一些 方便说闭关好了 也无所谓 那这次行脚呢 因为在行脚之前 在7月15日 于兰盆节的时候 内地居士 直视大众有发起 一个护身的行动 有一些居士他有护身 所以我想说 这一次男的因缘 他们都那么发心 所以常驻上的法师们注意 要把那个云南盆 所有的护身的名单 不管是消灾的 或者是拔肚的 让它列册 然后把它名单 要列印出来 师父这次行脚的时候 把它装入香囊 要帮我弄好 我带着一起行脚 做行脚上的一个月 就是每一步中 都有帮他们回向的意思 帮他们做回向 因为他们有护身的这种发心 师父也有 应该也有这种回报 要有这种报答 好 好 现在看到今天的功课 龟敏觉者 在哪里说龟 龟敏觉者 就在实际炼基门上说龟 实际炼基门 在哪里说实际炼基 就是大觉出入 大觉体上出入的智慧方便之中 说实际炼基 所以明白如是出入的方便 你才能够明白那个门的意思 所以你你之间 就在大觉体上 如是如实出入 如实贯穿 就是门的意思 那在第二大文之中 讲的实际炼基 是去告诉你如何 你之间 去观察大觉体中的 你平常当下的一切前行出入 那叫实际炼基 因为觉体的当下 逆逆之间的如实投入 那是真实际 所以那个实际 是在哪里说的实际 那是明白觉体之中 当情的 所有一切现前应用之中 所说的实际 前面光实际炼基四个字 已在前面几个小门 九个小门之中 已经一直不断地重复为大家解释 所以最后这一次 不必说再更多种种的 再有任何的言辞 再去为他去做解释 但你要知道 在最后的这一个门中 所谓的实际炼基的这个规字 叫做规敏觉 那个规字你就要知道 在哪里说的规 那就是念念之间 必尽一切实际炼基上面 念念之间 大词大觉圆底上面 说的种种规 那叫规 所以规要怎么样解释 规要是在实际上说规的话 就实际炼基门 规要是在实际这二个字上说规的话 规是原成意 是圆成的意思 圆满的圆 成就的成 圆成意 规要是在念基上面说规的话 规叫做接伴意 所作接伴就是接伴的意思 什么叫圆成 就是念你之间 你就在实际念基上 以达此大觉体重的本来面目 大觉体重 所谓的本来面目 它是打一切总持 它能够入一切意义的 但行者归家之时 就曰祖师为你开的种种摆门 由于十种大门之中 念念为你渗透 念念教授行者 念念从最初发心时 倒归于绝体 倒归于家山 所以那个时候 念念之间 你就是在平常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处 你都要去体会绝体的毕竟 那叫实际 绝体的毕竟处就是感觉的种种差别显现处 绝体的毕竟处就是感觉的差别显现处 那种差别的显现似乎就有什么 就有界分 就有边际 但是能入一切感觉的种种清明的边际 狼线的界分当前 那是什么样的边际 那是大觉实际 因为你明白大觉实际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感受之中 种种的界际 就是界就是界道的界 际就是实际的际 你才能够明白一切界际 所以真正讲到行者已能入实际念基门处 就表示行者 你面临在如是决心上面 面面回光 已然深入 什么叫深入 你面临之间就是在一切感受之中 体会决心的当前 你就在决心当前处就是什么 就是过去一切感觉当前不坏的呈现 为什么说不坏的呈现 你不会被感觉所流转 沉沦雾 不坏 你回头时 你也不必去刻意灭去感觉 所以说不坏 那就在任何过去都是感觉处 你已经知道它就是决体到根本清明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 那就是行者念念熟悉 已然回光的当下 过去都是起初都是感觉 现在你却在这么样浓厚的过去感觉的势力里面 你体会到是决体的清明 决体的清明不离过去浓厚的感觉 但过去浓厚的感觉 哪一个离开过你根本清明的决体 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在这个当下 你忘记了决体的清明 就在浓厚的感觉 所以那叫云云凡复 叫可怜苍生 可是那么浓厚的种种感受当前 你若是想要 你若是从此以后不敢去认这种感觉 你想要去找到一个清明的决体 那也是妄想吃人 因为能陷如是浓厚的一切感觉处 这本来就是你清明的决体处 所以那个时候我所谓的熟悉 就是你就是念念在决体上 与感觉当前 你感觉于决体当下 你已经了然明白 你已经念念之间在大决体上 念念出入 就是入如是诗文 如是实际练迹文 所以找到最初的实际练迹 才是第二大文 也是刚开始行则最初的回头而已 那你最初 你若是念念之间 你也是决体的道理 你决体的根本本来 加上的最初的面相 最初的根本 本来的实相 你根本若是都还不明白时 表示你 你念念之间 就没有真正在解脱道上 真发菩提心 什么叫真发菩提心 就是大决心 你念之间 就在自己根本本来面目上 把念念气应 那一念决定心 其他的都不是 其他的都不是 什么菩提心都不是 你但用世间的感受说的一切 哪怕你说尽一切善心好心 都不叫菩提心 因为那都是世间感受 世间感受 世间感受 它总有坏效 必定 沉住坏空 它受其轮转 受其流转 只要在感受之中 它都是沉住坏空 种种流转向 可是你觉得感受那个大决 是从来不住一切沉住坏空的 因为你可以明白沉 你可以明白住 你可以明白坏 你可以明白空 绝可以明白沉住坏空处 觉心从来没有沉住坏空 所以你站在觉醒上面 明白一切世间法中 那个善叫至善 所以你明白 什么缘故该有什么行为 什么缘故该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是至善 但是你是要背离的觉体 你躲在感受之中 卓指感受的当前 你以为一定有的行为叫做善 一定有的行为叫做恶 那统统流转 都都还流转 所以古德讲的 中文之中 祖师中所说的 跟中国老祖先 所谈的根本自信上面的 职下担当 那个至善 就不是一般世界人所说的一切 善善恶恶之中 还在行为之中的妄想 卑劣分别 那不是那种分别 所以你明白那个时机 归 那是念念契入叫做归 归 是念念达本叫做归 所以归要是在实际之中 叫做圆成 那圆成一切 一切 为什么圆成一切 那个实际 实际无际 为什么它有实际无际 因为它明白一切戒绩 明白一切戒绩处 你说它是哪一个戒 哪一个戒 它都不能拿哪一个戒 哪个戒 来衡量它的那个决体 它才能够明白一切戒绩 你才能够讲尽 一切法中的戒绩 想要你已经 躲在种种戒绩中 你拿如是种种法中的戒绩 去比量其他法中的戒绩 你所的戒绩都叫什么 都叫卑劣狭隘而已 就如镜子 你照黑之时 绝心照黑之时 镜子照黑之时 与镜子照白之时 你当然明白 再黑再白 有种种不同的种种戒绩 但是那你站在镜体上 说黑说白 你才能够明白 一切种种不同的 种种戒绩 但是假如你已经 背离了镜体 你抓的你是黑 或者你抓的你是白 拿你是黑是白的 心里面的妄想分别 再说种种 对黑对白的 种种戒绩 那已然叫做卑劣 那你怎么知道 什么叫戒绩 你好像 纵然你好像 你讲得出有点 类似你明白 借记的感受 但是那种借记的感受 同样是流转 因为今天你所谓感受的 借记的感受 将来因缘不同时 你自己都推翻一切面的感受 为什么会推翻感受 因为你都是在感受之上面 妄想借记 那说行者的苦恨 大声行人的这种修行 不同于一般的种种 你所谓的一种种修行 是在哪里修的 那就是指向在决体的实际 念机的担当 那就在决体之中 念念之间 回光的 深入下手 所以你能够在感受之中 都不同镜子 你在照黑照白 明白那个阶级处 你是不多任何 黑中阶级 白中阶级的种种妄想 分量 就像决心决好之时 决坏之时 决心决好决坏都是决 所以决心决好都决坏都是决 所以仿佛在缘起之时 你就知道好决 知道坏决 但是你要是全注决心 因为现在讲这个 你们可能不懂 为什么 因为平常 于注如是决心出 已然是 念念迷失误 你已经不肯回头去认 但要你有一天 肯定回头去认 这问题 若心熟识 你不要说是了脱生死的 宗门之中的过去祖师的公恨 你讲到儒家世间法宗 中国老祖先儒家的世间学 学养中 他也能够什么 也能够知道 那种见性当前 与不同一般过去众生 抓着那些成老的那种妄想的 不同的境界 所以决心绝好绝坏 你都知道他能够起成好绝坏 但决心所明白的好绝坏绝 就再也不是过去你执着 在好绝坏绝之中 妄想的分别 那不是 那是清清楚楚的 明辨一切因果 明辨一切法 但你过去说那我也明辨呢 那你是抓在感受之中 你从来没有做过绝体 你都是在感受之中 妄想现在你以为的好 去分别你以为的坏 或拿你以为的坏去分别 你以为的好 你会发现那都是什么 纵然你说好是坏 都是成老根本 不但是成老根本 在你如是的言谈当前 你也走不出如是成老事理 纵然你说的是好是坏 你说一次就堕一次 迷失的业力 但是你在绝体上的语言呢 你要是能站在绝体上看好看坏 看好觉坏觉 你只要明白绝体上 明白好觉坏觉 心中的如是的体力 那叫绝体上的语言 你在心中能够称量一次 你就得解脱意一次 你就超越一次 这种其中的道理 谁能知晓 行者能知 不是行者 跟你讲的都不知道如何下手 说什么决心 说什么念机 你绝对不知 所以你要明白如是圆成时 你站在绝体上看一出圆成 表示你已经能够入绝体 大绝体中的实际 那个实际 它无际 但它能够限一切记 因为限一切记处 才能够分明一切界记差别 那叫圆成 就像古德讲的旁观者情 世纪人用的心性 又是旁观时 都还能够知道一切事件的种种差别 道理原因 你要落在当局 当局就是什么 你被种种感受 局部了你的发心 局部了你的认知 你再说什么 那都是谜 那仔细思维 现在就如地藏经讲的 现前所有的我们每一个起心 每一个动念 哪个不是当局 所以哪个不是谜心所限 所以地藏经讲 但要起心但要动念 吾不是罪 吾不是业 为什么吾不是罪 吾不是业 过去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罪业到底在哪里 所以你或许觉得很惶恐 或许觉得很空洞 或许觉得很不以为然 但将来你就会明白了 明明在感受现前 当前处 你都有决心 那是实际念经 你最初认得 那个体中的最初方便 你根本大觉心体的那种亲民 它能够入一阶阶级 在感觉当前 但是你忘记了决心以后 每一个感觉当下 你只要启程一念 凡起一念 都是什么 都是沉迷于感觉的罪业 都是沉迷于感觉将来的夜里 你念的之间 就在这个夜感上流转 如同镜子照色之时 照色当下明明就是静体的清白 可是你忘记了静体的清白 你躲在色中的执着 你只要在你心中所起的阴身之中 是在色中执着的 任何的一种阴身的造作 随起一身 就是念念加重 你迷失于静色的 种种夜感沉沦 那叫无不是夜 无不是罪 但这么样大的夜感沉沦 那怎么样回头 你只要知道 这么样大的夜感沉沦 其实就是静体所限而已 因为静体的清白 当下就是照静色的显现处 静色的显现处 当下就是静体的清白 这里面五一五二 根本就在那一点上 同样在那点上 你看错了 那就是静色的种种流转的沉沦 你看对了 这么样强烈的沉沦 都是静体的清白 但是就在这一点上 你念念可于归家 就是大圣佛法 告诉行者 告诫行人的难行苦恨 为什么那是难行 因为他不是一般凡夫心中 所能计量所能思维 你凡夫的计量思维都带来思想 连你现在的计量思维都知道 觉得如是计量者 谁念念肯于放下的 念念在放下之中 念念大明于具体的作用的 你才能够真正将来才有一丝回家的消息 所以那就如同楠言经讲的 自信不取自信的人 你要是真正还像一般凡夫 自信取着于自信 非患成患法 也就是达摩祖师的二祖讲的 我找一个不受祸的人 不受祸在哪里受祸 在哪里受祸 就在当前那一念 直下就盼你受祸了没有 当前那一念是过去 你们认可的神光 那就是什么 神功你自己大决体上 你过去在凡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神情妙用 都是神光 但是为了求如是法 叫求如是达摩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门庭力学 短臂求法 你就在这个出入的门庭上面 念头如同大学一般 分飞而来 你站在念头之中 过去感受当下 你如同在大学一般 大学什么 盲邪踏过 不留下一丝痕迹 你再也不在那些痕迹之中 去妄想捉持 在妄想造作 所以断臂求法 断的是什么臂 断的是左臂 左臂为什么断左臂 左臂为功 工作的功 所以如是的神光 才是你将来回家的慧可 那是二组 能够硬如是慧 你若是真能如是参究 你才不辜负祖师 为一切行者 最初的种种求法的视线 不然都讲到祖师求法的故事 最初就在你心里面 要启成一种景仰激励而已 在当下你如实如何 当下你就能够报德主德 报德主义 所以那就是圆成像 龟要是讲在炼姬上面 龟叫接半 什么叫接半 清清楚楚 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 那你说龟不叫炼姬吗 炼姬怎么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 所以要是不通心性的人 永远听不出如是的文字 你不再根本绝体上 觅觅这些回光的人 你永远就不了解 如是的言谈 你能够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的人 一定是什么 不躲黑白 你才能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 你要是躲在黑白 就一般凡夫全躲妄想 你躲在妄想之中 再黑不能治白 再白不能治黑 白不治黑 黑不治白 你怎么能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 所以再黑之黑 再白之白之时 是黑白之中 在你心中觉得什么 不留下一丝痕迹 不留下一丝痕迹 不留下一丝痕迹处 你才能够明白 坦然 畅尽一切黑白 所以这才是告诉你 大绝体中的什么 大绝体中的绝心圆满 它不是断灭 那再黑 就不治黑了 炼姬 炼姬就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还有绝体吗 那你还有绝心吗 那你说绝心 既然是绝心 绝心在绝黑之时 那应该有迹象啊 谁跟你讲绝心在绝黑之时 应该有迹象 你不知道绝心在现黑之时 在黑绝也是绝 绝在现绝何来迹象 何必说迹 何必更说于迹 绝在现绝就是绝 何必更说于迹 镜子现色 镜色就是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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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现色就是何必更说种种色中的迹象 或者再说镜中所有这些作用的迹象 根本不用吧 因为镜体现色就是镜体 全体是色全色是体 何来迹象 但是你明白如是练基础 你才能够倒进一切景色之中的 种种任其发挥的缤纷呈现 因为镜子在为你呈现一切万色之时 镜子也从来不躲任何痕迹 因为不躲任何痕迹 它才能够为你陷进一切色中的迹象 你的觉醒天天都是如此 你的大觉心体天天都是如是用 所以那叫华眼 那是真华眼镜 那是天天如是 绝无二相 你的觉体也是天天从来都没有改意过 所以你要是不善如是的根本 大华眼体上 你也念回光 你将来你说 你要在了脱生死真正的究竟道上 你要做如何下手也绝无是处 所以归于炼基者归者接伴 原成者融通万法成满实性 所以原成者是什么 叫融通万法 什么叫融通万法 融通万法它就是成就一切缘起 法者你不要剁在最后的末少说法 能成就一切法的那个法那是万法 能法一切的那个法那是万法 那才是最初的融通 这决心一定能法一切的 禁止现色之时 禁止它就一定能法一切色 什么叫法一切色 它成就一切色就叫法一切色 能够法一切色那个法才叫万法 你要在后面说的万法 你以为呈现清皇赤白以后说万法 那个万法都变成什么 都变成各个差别显现 各个差别显现处 那也是万法的最圆满处 但是一般凡夫在各个差别处的圆满 你是看不到那个什么叫圆满的 因为你看到的就是各个差别 但是你能够看到各个差别处 你能够明白感觉的各个差别 是因为你绝体之中 它本来就融通万法 能够达成成就一切 达成如是一切万法的根本 法中的作用信用而如是 这叫融通万法 不然你现在怎么会知道一切差别感觉呢 你每天觉得在眼前的种种感受 多采多姿 感受盎然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感受多采多姿 会种种变化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决心从来不是哪一种感受 你的决心若是哪一种感受 你根本就不会有感受 因为那叫定格 你就定在那边 你还会有什么感受 但是凡夫妄想 一直打进如是差别感受以后 它会起成什么 将来起成愚痴 起成痴孽 起成痴孽 起成就像精神病患一样 因为感受之中一直不断造作造作 在起成精神病患 你不知道连在精神病患的 于是如是病中的势力 那也不过就是决心所现而已 一个镜像而已 因为你在镜色之中 觉像之中 感觉的感受的像中 一直沉迷久了 沉迷久了 就是什么 着重像 着重像就是病像 就像神经病像 但是再怎么样着重 你要明白是绝食全体回来 所以过去就才有阿罗汉 心中有病 若是真开悟时 心病即消 眼睛不能见 若开悟时 能骗见一切 不用眼根 观三千大千世界 跟你讲的就是这个 他跟你讲阿罗汉就告诉你 圣文法中都必须要具足 如是下手的修行 你念念不在绝体上 如是下手 你妄想以为 有一种法门 念念之间叫你 叫做修行 有一种法门 叫做 念念之间叫你 叫做什么 叫做 当下就叫做归家 那叫妄术 那都是妄谈 没有任何一种法门 只有老实在绝体中参 也就是净土经中讲的 净土经中讲的 老实念佛 什么叫念佛 老老实是在你大绝体上 回头去认 认你那一里的明珠 一里的明珠 那个一是在哪里 一就是在破壁的衣服上 破壁的衣服就是过去 你在一些感受之中 六个六成的破壁 那种卑劣的破壁 为什么那叫一 因为你都是在那个 披着如是感觉 浮着如是感觉 你才有你的人身呢 你才感觉到有人身 不是吗 那这么样破壁的衣服之中 它其实什么 早就为你怀着明珠 我们在感受上就是破壁的衣服 因为我们常披此衣 常服此服嘛 那你知道吗 这个所有的感受 其实就是什么 大决的亲民啊 所以叫一里明珠 知道吗 那是大决的根本 本来的富贵 你明白大决之中 根本的本来的富贵 那才能够知道 什么叫华颜体 那才知道 什么叫现成的开发 所以华颜体中 讲的开发意 教授行者入的根本 最先入的禅定 它是担当一切的 因为你担当一切 因为华颜者 华者开发嘛 开发一定能担当 能开发处 就不是哪一个 种种个别开发 能开发处 就是超越一切种种差别 你超越一切差别的开发 才能够明白一切 这个差别 这种道理 是华颜行者 最初下手的禅定义 物的禅定义 那是直接担当 绝体的妙容 所以 接班叫 接班者 心心种持 法法玩具 什么叫接班 心心种持 所以它不叫念念种持 它是心心种持 于心在于心 于心在心 心心种持 那种持者谁 种持者根本决体也 种持者谁 种持者 华颜意涵也 你心中的意涵 你心中称量的 如是道理的担当 运载 大绝体上的华颜意涵也 那是大种持 法法文具 所以 于法 于一切法 在法 是能法一切的法 下面那个法 是一切法的法 一切法 若没有法一切的法 它不能成就一切法 法一切的法 没有一切法 你看不到它的法一切的作用 那于心于用 念念明白 才能明白 那一个字 叫做法 决心就是如此 你在任何感觉之前 你现在过去习惯抓的是 现在的种种一切法 但任何感觉一切 能限一切法的 不是一定决体上有一个 能法一切的决明吗 它能够成就一切 感觉的决明吗 叫法一切的决明 那法一切的决明 没有现在你感觉什么 一切法 就是种种差别的感受 那种决 再会有黑决 再会有白决 没有这种差别的决心 你哪能够体会那个法一切 那法一切之中 它一定要成就一切法 一切法中 你要明白 它就是法一切 于是 于法一切 于一切法 念念原明 实际 在法一切就是一切法 在一切法就是法一切 炼吉 你能如是 叫做归也 就叫做归也 你明白如是归 所以就在看下面那一句 为心与尘互相敏绝 为心与尘互相敏绝 什么敏绝 你以为要是过去要是真正不懂华言一海 若是历虑之间不是说真正在这个上面仔细参就 你以为心与尘互相敏绝 那就是一般凡夫妄想 你以为是断灭 那就是一般凡夫妄想 你以为是断灭啊 所以敏绝是什么意思叫敏绝 敏绝 敏绝是从此以后妄想明相 全部敏绝 什么叫妄想明相 再绝能够刚刚讲到能够法一切的 现在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中就是黑是白是好是坏 种种差别明相 那将来你站在这些感受之中 是好是坏种种差别之中 你还是在如是明中多如是明吗 当然不是 你能够如是明白如是明时 全部明中其实就是绝体 能称如是明者 他就不多任何过去你多在最末上 明相的种种沉闷 与流转 他就不是那一切 这个在故道家叫非常明 在若是真正行者能够真正入如是智慧道理时 那叫什么 那最后能够担当直下担当 不过明耳 那个明耳就是什么 不过一切明中的势力 他能够明 你虽然立明能够知道那个明 但全明都是决体 所以全明归于决体 那叫炼机 那叫炼机 那叫敏绝 所以中国字 祖师写字 那个敏字 尤其中国造字 三点水一个万民 流入万民 流入万民 又成骗疑 又成骗疾 他骗成就一切才是大恨 能成就一切大恨的 他一定不多哪一个恨 那是大 所以大 你不能拿异法来限量他 那是大 但是他必定能够什么 总跨万法 为什么叫总跨万法 因为他根本就是决体 本来的性得作用 所以说总 说跨 但不是说真有一个一个差别的 那叫万法 让你总跨 那一个一个差别 那叫万法 那叫总跨 那你永远都还是什么 妄想扭转 那根本大决体中 本字具足的 本来的万法 所以他总化 你明白具足处 什么叫明白具足处 你只要不多这种差别 你就会在现前的差别之中 因为决心嘛 决心的明白差别处 他就能够为你明白一切差别 所以你若是站在决心中看差别 你同时就会明白一些差别 那叫做决心的亲密 但是你要抓的差别 你想在差别之中搞清楚差别 你永远就要沉闷 有些师父讲这个不懂 不懂 其实你平常都会遇到的 过去我们在学习 年轻的时候 学习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譬如说这样去 这个 在学校就这样去演讲 你很执着那个演讲 每天在那边看稿子写稿子写 背 你永远弄不好 或者你懂得放一放 心中静一下 你把那个心里面妄想执着 放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 你都能做得很好 世间法中 这种发心 都还不能够去解释成 将来修行时的那种 维系作用跟心境 但是 坐在最末少的世间 的那种心境之中 所以类似的迹象 你都会发现 那种妄想执着的 那种沉闷势力 有多严重 那种妄想执着 那种妄想执着 刚刚我讲的例子 都还是在妄想执着的 夜感之中 你还在妄想执着的念头里面 想要放一放 放一放 都是妄想执着 你都还能够感觉到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 心中的力量跟作用 就能够呈现 何况是真正让你搭心原底 念念回头去认 念念去想 本来面目弃人 为什么要这样 念念想 本来面目弃人 因为你已经懂得到了 我天天在用 为什么我会有 那么多的感觉 因为我的觉醒 从来不是种种感觉 我才有那么多的感觉 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人 你还想甘心妄想 躲在你心间执着的 我说种种感受 我是种种感受 自动业感 你还想躲在上面 在任其沉沦吗 你还甘心吗 绝无可能 想你还觉得有可能处 就表示 你对前面我讲的那一句话 那个行者应该有认识的 那个声音 在你心中还没起成共鸣 还没达成回响 你才会 还会有过去众生的业力 所以那个敏诀是什么 敏诀是真恋极 那这真恋极树是什么叫心与臣 观臣 观心与臣 互相敏诀 那是法法大名 那是根本实际恋极之中 于觉体之中的念念回光 那是法法大名 那心与臣 互相敏诀 那臣就是种种名字了 那全名就是心 心是什么 就是觉体的根本 亲民 假如方便为说 觉体的亲民 那既然都心与臣 互相敏诀 在臣的名字 臣名即使心中的亲民 那亲民呢 也要敏诀呀 其民敏诀处 就是臣中的名字 呈现处 所以互相敏诀处 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互相大名 但是这个互相是真有一个诚意 有个心叫互相吗 这个互相你会发现 将来你心中熟识 这个互相 在你心中也是多余 但是多余的互相 你去念念之间 你就用到如是互相 为什么 你在觉体之中 看到这感觉之中 过去感觉的成像 但是觉体就是感觉的成像 觉体就是呈现感觉的成像 当你明白是感觉成像时 你就知道它其实都是有觉体 其实在这个上面讲 你已经知道 觉体现前就是感觉 感觉现前其实就是觉体 你是不是还有互相 你有互相啊 但这个互相是过去真的 众生语言之中的互相中的互相吗 当然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你是觉体就是感觉 感觉就是觉体 虽然现在心中还没有正得究竟 于如是互相之中 互相之中 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清楚楚 破掉一切 因为 种种迹象 但是在现前的互相的迹象里面 已经不是障碍了 都不是过去 你以为那个互相的障碍了 它还有互相 但这互相都是什么 都是 命难练及 这可能大家现在 比较难听得懂 所以我说 法师们讲法 这目的是要把 将来你真正当下 你能修行的方法 告诉你 你才是将来从 红尘世间法中 才有对你来讲 才是种下出离的种子 但当然也知道 因为现在真的是在家菩萨讲法 有很多是很难听懂 但你毕竟要发心 你毕竟要发 将来一定要发的菩提心 因为世间法中 都如同虚妄 如梦如幻 你连你觉得的那个理都如梦 你觉得那个你 跟你的名字都如梦如幻 哪个是真实 离开你了以后 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发个究竟心 那究竟心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真正找到你心中 生命中的根本的源头 那叫鬼家 你要发了这个心 现前听了 纵然你现在还没有办法 去成为决定意 但是你听了以后 你将来才能在你将来 心里面 你能够找到方向 你能够真正念念 愿意回头 愿意 在哪里说愿意回头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念头起初 愿意回头 那虽然现在讲的 大家不见得能懂 但是 还是要把这个声音留下来 这为什么要把这个声音留下来 因为这是出家人的责任 只要出家人 现在一天到晚跟你讲 都是善行那些 有什么意思 那应该可以交给在家人说就好 江本廷这些善意 有什么意思 你看古德所有的文字之中 流到今天所有的文字里面 都不是现在人所说的那些文字 那种意境 所以现在古德的东西大家都不读了 都不看 那才是真正足足相传 念念之间 教授一切行者最初发心 就必须要跟什么 要跟初离心相应 要跟菩提心相应 初离心 你要是最初下手时 你都不肯念念熏习 你念念去熟悉 你将来在哪里找初离心啊 那你说初离心我有啊 你那叫妄想 有什么初离心 不是跟你个名字 跟你个名相叫做初离心啊 师父我有初离心啊 我现在天天在家里 感觉到这个世间很虚妄 我想初离啊 光你讲的 你觉得世间虚妄 是妄想 是业力 所以你想初离啊 还是妄想 还是业力 这里面你想说 因为你觉得世间虚妄 你想初离 统合在所有的一切言辞 都叫妄想 明日初离 那初离心在哪里 初离心真知道时 真正明白决体的道理 最初明白决体的道理是 初离心就要在什么 每一个起心动力下面 印证的 感受现前时 你还知道有个决体吗 你要是真正的感受现前时 你要是真正慢慢懂得 有一个决体时 这个心是慢慢为你增上的 有一天你会发现 过去感受 是非常庞然的 力量非常强 但是你都要告诉自己 觉得感受的是谁 就如同中门的声音 总有一天 你在感受这个实力之中 你也能够知道 有一个能觉感受的决心了 你已经懂得处理了 这就是 初于文中 入流亡所 这是观世音菩萨 袁同章里面讲的 所叫亡所 因为你懂得有一个 能觉的能心现前了 你当你感觉到 有一个能觉的能心现前 就不是所觉的感受了 再也不是所觉的感受 虽然现在都是 所觉的感受现前 但过去所觉现前 都是所觉 现在在所觉现前 你突然发现有个能觉 虽然能觉 没有离开过所觉 但是全部所觉 你都知道 即使是能觉 就叫亡所 这种话 你听得懂吗 那要听不懂 你要怎么读内音菩萨呢 初于文中 入流亡所 你在哪里亡所 你明白这个 才是初离心最初现前 离心现前 这个离心若是能现前处 每个感觉之中 你都要知道有个能觉 中了这个能觉 你现在的认知 还是很什么 很微弱 但是你就再也不同一般 过去凡夫一样 有任何感受现前时 你马上就向他去认 我苦 我累 我如何如何 你马上去认 这是什么地方讲的 这是诸法无形经中讲的 一般凡夫就是在 一切感受现前时 我是贪 我是撑 我是吃 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贪生吃 但是众生的夜感中贪生吃 是必然 为什么众生夜感中必然 绝心见前就是众生 就像镜子见前就是镜色 绝心见前就是众生 众生就具足贪生吃 所以就必然 就是镜色 它就具足种种感受的呈现实力 就是贪生吃 在这么样强大的贪生吃中 若是你不认静体 你不认决体 你如何断得 绝无是处 你抓着镜色说断贪生吃 贪生吃只会越来越重 你抓着感受之中说断贪生吃 断贪生吃 你会让你觉得好像 你越断 就像我们刚出家一样 因为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决体 那知道要断贪生吃 你越要断贪生吃时 你会发现 好像你突然发现 弟子好像无量节来 到底造了什么样的重业呀 越想断贪 贪心越强 越想断臣 臣心越重 尤其是出家人 你不知道 要是说你没有发了一个修行心 真的修行的话 有很多就扭转了 那个越修行处 你越想参的时候 那你没有一个人一帆风顺 越想断他越撑 所以曾经讲到有比丘修禅 他认为他禅定修到了 他都没有定进现前 不是观世音菩萨就实现一个 这个有病的比丘吧 长得很邋遢的比丘去刺激他 就称心一线前的时候 他就想要把那个厄比丘杀死 拿到方便铲 一铲子就铲那个脖子上 你铲那个脖子上面 现成观音 告诉他 你不是已经禅定了 称心还这么重 所以那个时候称心一线前 可以杀人的 所以过去 不是过去 就是现代 在二三十年前 我看过一个外国比丘 说他在参禅定 这个称心现前 称到他看到任何人都厌恶 看到任何人都想杀 所以他觉得很恐惧 真的要休闲 所以我想说你要是不认得决心 贪嗔痴怎么断 因为感受就是在感觉上 感觉一定 只要是感觉 就具足贪嗔痴 所以你想要在感觉之中断贪嗔痴 那就是讲到外道修行 所以不是佛门的究竟 了脱解脱道中 所说的一些法 你根本断不得贪嗔痴 你抓的感受 总说的 那你说要怎么断贪嗔痴 你念你之间要从最初开始 平常的发心 念你之间要熟悉觉体 觉得感受的谁 将来你总有在断 在贪嗔痴 觉得农时 你都知道 觉得农的是谁 你慢慢才能降服 刚开始有这个声音时 那个声音还很微弱 它起不了作用 因为你的势力 都还是过去的习气 但是你要是没有这点势力 没有这点声音 你将来永远难以超出力 那个势力虽然再微弱 那也是在你夜海之中 你点亮了一个微弱的种种光明 相当于你居然会发现 在再浓的贪嗔痴现前时 你都知道觉得是谁 在觉得是浓 你都不必去坏那个浓 所以那才叫什么 大圆满绝 你不必坏那个浓 坏他干什么 绝心绝的念头之中的恶业的浓厚 那个势力再浓 你都不必坏他 你直下担当就是绝 你绝的浓也是绝 那你说世自然 你讲这个有道理吗 有辟语吗 当然有 你将来成佛时 坐在菩提树下 你知道不知道 你的感觉有多浓吗 现前的是大自在天王 现前的是天女的诱惑 那个意思就是 感觉之中贪嗔痴的 最疾最浓处 你要坏他吧 只要释迦摩利佛 根本不坏他 也不必灭他 因为他只知道是绝 只因为知道是绝时 他自然念机 这不是那个势力 所以念机不要 你不要看他 以为是过去世间人 那拍电影一样 念机就是你不认他 你知道是绝 就咻 没有了 不是 所以念机就是 认你在眼前发灰 都知道是绝了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敏绝 那才是真敏绝 就你在眼前 所以那个时候的变成什么 你不必坏他 他都成护法 他全成护法 那你现在呢 你说我们还没到那种程度啊 还没到那种火候 那你要是修行人的话 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修行人 你无量解那种贪嗔之三毒的 根本最强的势力 你永远看不到的 你看到都是那种最粗 最破漏的那种 现前的刚强而已啊 那现前能符合我们现在福德因缘的刚强 你要用你现在的发心去面对如是刚强 你看我们现在这种 这一点薄福之中所现的这种最粗最烈的刚强 你都承受不了 没事还要去吃药 吃什么这个忧郁症的药干什么 那将来完蛋 你就越来越来越不断的去逞 潜在意识里面 你一直向如是刚强去认的业力 那将来只要是残害 残害的不是身体哦 身体永远都是心 心弱了身体就弱了 心有力量了 身体将来生生世世 纵然不能够叫做挪挪延伸 但心弱是强了 将来你才能够看得到你的身体的健康 那身体的健康不是说你真正有个强健的身体 纵然他有病 你都不为病所苦 那就是健康了 那是真健康了 因为只要现出这种疲劳之相就是幻象 纵然不要坏 坏时就是病 你宁愿在病中都不为他所苦 过去习惯的念头都不随他的事例 病就是念头 过去你习惯在感受之中都明白 觉得是谁 病 就是感觉嘛 所以你可以生病 你心不会病 如同释迦摩尼 成佛了 身体一定也会有病啊 陷病 但是 维摩杰说 你不许说 虚痰有病 为什么不许说 因为说那 佛门都 原来都是这个老王卖光 自卖自夸 不是 那是讲到绝体上 绝体之中 绝病是绝 绝无病也是绝 绝可以绝病 绝无病 在绝从来非病 非无病 世家 摩尼佛 常诸如是绝 叫做世家 所以他可以陷病 陷病之时 他也不是病 陷不病之时 他也不是不病 他都不是坐在病与不病之中 那叫世家摩尼 那叫能忍能疾 但他陷那个身体能陷病 你不能说世家有病 但你也不能说 世家陷这个身体时 他不能够实陷于病 因为实陷也是绝 所以才会跟你讲 一切诸佛 一切祖师 陷病之时 叫做什么 世病 开世的事 叫世病 那我们叫世病吗 我们是世不世的事 你就是病 你肯定你是病 你不是开世的事 那叫可怜人 那叫可怜人 然有病 叫世bior 全帘 叫世夫 人 尖世肉 尖世病 들어� swords